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说法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个事实不容置疑 那就是在投放原子弹之前 美军轰炸袭击队 针对日本首都东京发动的 所谓东京大轰炸 给日本带去了更加严重的伤亡和损失 在那次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中 整个东京烧成了一片火海 就连河流都变成了废水 日本死亡人数难以统计 但那次轰炸却没有导致日本最终的投降 原因是为什么呢 首先说说1945年日本人的心理 在那个时候 日本人也很清楚 这场战争必定以自己的失败告终 德国已经在西边投降 而美军已经彻底摧毁了日本海空力量 只有日本陆军苦苦挣扎 但是日本人最不希望的事情 就是无条件投降 狂热投 武士道精神和对天皇的愚中 支撑着他们继续战斗 所谓的一亿玉岁的口号 也是在这个时期提出 然而一亿玉岁就代表着亡国灭种 日本人肯定不会选择那个情况 作为最终结局 他们希望争取的 其实还是一种有条件投降 由于在中国战场直到1945年 日本仍然占有优势 日本高层希望继续在中国大陆保留军力 而借助着日本周边 诸导节节抵抗美军的攻击 尤其是当美军真正踏上日本国土的时候 他们将会和美军展开极为血腥的决战 虽然东京大轰炸 小妙地利用了日本建筑多维木制 燃烧弹能够造成极大杀伤破坏力的特点 给日本东京造成破坏性打击 当场烧死的人数估计超过十万 这比原子弹当场死亡的人数还多 然而这种专门针对居民区城市进行的战略轰炸 烧死烧伤的多位平民 日军野战部队仍然能够保留一定力量 因此光靠战略轰炸并不能让日本高层屈服 展开全文 那么战略轰炸都不能让日本屈服 为何原子弹就可以呢 仅仅是因为原子弹强大的破坏力吗 事实并不是这样原子弹强大的破坏力 固然是很重要的因素 一颗爆炸的炸弹摧毁一个城市 这确实让日本人心惊胆战 但是彻底让日本人失去抵抗信念的是 他们不知道美军有多少原子弹 美国在使用完两颗原子弹之后 声称日本不投降 就继续不限制的使用原子弹 日本人以为美军真的有足够数量的核武器 于是只好赶紧投降 毕竟在日本人眼里 接下来美军已经拥有了 不断的使用一颗炸弹 就摧毁一座城市的能力 这代表着毁灭性的差距 但实际上 当时美军仅有那两颗原子弹都对日本用上了 美国手中的原子弹存货已经归零 下一枚原子弹制造还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日本人知道实情 恐怕也不会那么早投降的 他们应该会继续拖延一段时间 尽量争取宽松 一些的投降条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